为嘉奖中国第四批赴马里维和部队的出色表现 当地时间2月7号 马里东战区的加傲超级营地举行了一场隆重的授勋仪式 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安纳迪夫 中国驻马里大使陆慧英 与联合国驻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的官员一起 为中国第四批赴马里维和全体官兵授予了二级和平荣誉殉 在联合国会歌声中 中国第四批赴马里维和部队的授勋仪式开始 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安纳迪夫 中国驻马里大使陆慧英 与联马团官员一起为到场的240名维和官兵代表 授予联合国二级和平荣誉殉章 第四批赴马里维和部队编制395名官兵 每人都得到一枚联合国二级和平荣誉殉章 由于去年5月31号发生的汽车炸弹恐怖袭击 一名战士牺牲 四名官兵因伤回国治疗 未能参加授勋仪式 这次授勋不只是给我们马里一线所有的官兵 授予的勋章 同时受伤回国的四名战友也获得了勋章 这次维和我们经历很多 任务很重 只有经历过人才会体会到这名勋章的厚重 九个月来 你们冒着生命危险 克服重重困难 出色完成各项任务 维和勋章 你们受之无愧 自部署东战区的加傲以来 中国第四批赴马里维和部队经历多次恐怖袭击 但他们克服了严峻的自然环境和安全形势 不放弃祝梦和平的誓言 没有停下履行使命的脚步 稳妥遂行各项维和任务 第四批赴马里维和部队的任务期 还有一百余天 在愈加险军的安全环境中 工兵分队 警卫分队 医疗分队 三支分队 将继续以高效率零失误的作风 执行工程建设 警卫巡逻和医疗救治的重要任务